- 从照明空气到温度侦测 全包办的智慧路灯 是国内电源大厂 台达电的产品之一 在全球已经安装 超过60万盏的LED路灯 或者搭上智慧城市潮流 电动车趋势 台达电也没放过 横跨领域众多 今年7月份合并营收 达205.47亿元 月增4% 年增7% 获利好对员工也好大方 传出分红直逼台积电 不管是不断电系统 或是比如说再生能源 他们几乎都有做 那么这家公司经过好几次的 等于是说它的强化竞争力之后 它有许多它自己核心的专利 跟核心竞争力在里面 上传出今年台达电 有六成的员工 可以拿到13个月的分红 再加上基本月薪和其他奖金等 估计肯领到36个月 挑战台积电平均年拿38个月 一年赚别人两年的薪水 让不少飞客基业的上班族 可说是好羡慕 你要把这个棒子交出去 你要交给对的人 六年前台达电创办人正从华才正式退休交棒 但因为从创办人到公司 整体的形式作风都相当低调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台达电这家老牌大厂 是靠做什么起家的 成立于64年的台达电 从电视线圈电子零组件起家 之后延伸生产电源供应器 风扇与散热 不断电系统器 太阳能 风能 通讯电源和车用电子等 做到美国NASA都采用了风扇 这是台湾的见准 所以台湾的见准 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隐形冠军 另外一个是把这个所谓的工业手臂 工业机器人手臂做到自动化 甚至自动化变成一贯化的模组 像隐汉 它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隐形冠军 综观台湾整体科技业 卧虎长龙的公司可少不了 三级全取消灭某山台北长报道